習近平習黨軍大權於一身組成七人新常委 他又在講話中強調要團結 胡錦濤全退立下權力交接的制度 各位今天是11月15日 歡迎收看廣播新聞網特備節目 中共十八大新班子 我是孔科爾 我是蔣俊傑 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的中央領導核心 胡錦濤全退 習近平全面掌握黨總書記 和中央軍委主席的大權 胡錦濤一次過將黨權和軍權移交給習近平 開創了中央領導層新舊交替的先例 令習近平能夠強勢起步 而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由九人減至七人 他們是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余政星、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 當中五人只做一屆就要退休 中央政法委書記就不入常 至於中央政治局委員就有十四個失眠孔 包括被視為明日之星的內蒙總書記 內蒙書記胡春華 他是胡錦濤的外將 而習近平的大內總管、中央辦公廳主任律戰書 就連升兩級進入政治局 十八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習近平、李克強領導的常委由過往的九人減少至七人 當中有四人同屬江派 有五人做一屆就要退休 時事評論員認為 新班子的領導作風偏向保守難有大作為 李錦玲報導 習黨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 率領共七人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外傳媒見面 今屆的常委比上屆少兩個人 他們的黨內排名分別是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余政昇、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 今天和各位記者朋友們見面 昨天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了 這些天來各位記者朋友做了大量的報導 向世界各國傳遞了許多中國聲音 大家很敬業、很專業、很辛苦 在此啊 我代表十八大大會秘書處 向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之後習近平就一介紹這一個中共最高的權力核心 全會選舉產生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選舉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接下來啊 我把其他六位常委同事向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是李克強同志 They are Comrade 李克強 張德江同志 Comrade 李克強 李政生同志 Comrade 李政生 李克強 劉雲山同志 Comrade 劉雲山同志 Comrade 劉雲山同志 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他同志都是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大家對他們都比較了解 七人的新班子 59歲的習近平 是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 57歲的李克強 預料將會出任總理 而總理的黨內地位 就會由第三位升上第二位 排第三的常委是張德江 很大機會做人大委員長 排第四的是年紀最大的常委 67歲的上海市委書記余政生 預料會做全國政協主席 排第五的是 一直出任中宣部長的劉雲山 他作風保守 可能會主管意識形態 另外 他同時接替習近平 做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排第六的常委是王岐山 他一直是主管財經的副總理 現在轉做中紀委書記 加強反腐 排最後的是 一直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張高麗 預料將會出任常務副總理 這個中共新班子有三個特點 第一是較多標籤為江派的人 七人中佔了四個 而團派只有李克強一個 第二個特點就是七人之中 只有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年齡 是60歲以下 其餘的常委做一屆 就會超過68歲的退休年齡 第三 和上屆不同的是 引起爭議的中央政法委書記 不再入常 全國政協委員李國強認為 新班子的領導作風將會偏向保守 難有大都夫婦的改革 所以是一個年齡比較偏大的班底 在一個政策措施上 是取向偏向穩重 和緊守現金路線的做法的一個班底來的 而對於一些比較激進一些所謂改革開放的路線 譬如以前的溫家寶 或者說汪洋的一些比較激進的做法 會比較取代上會比較排斥為多 他相信習近平會以改善經濟來建立威信 廣播新聞網記者李錦寧報道 新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向中外傳媒發表上任宣言的時候強調 要團結 說黨要管好黨 也都要從嚴治黨 由鍾小閑報道 面對世界各地的傳媒 習近平發表類似上任宣言的講話 強調了四次的字眼就是團結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 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在這裡我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 衷心感謝全黨同志對我們的信任 我們一定不負重託不如使命 用30年由原委副書記 做到黨總書記的習近平又說 為黨的成就感到自豪 但黨的問題也有很多 我們自豪而不自滿 絕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部上 心形之下 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 黨內存在著許多 期待解決的問題 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 脫離群眾 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等問題 必須下大氣力解決 全黨必須警醒起來 習近平又說 接下來將會大力搞好民生 令人民有更好的教育 醫療、退休保障和生活 承諾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習近平相信 只要眾志誠誠 沒有困難是克服不了的 廣播新聞網記者 鍾小嫻報導 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十八大之後 退任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 他在下午和接任的習近平 一起會見十八屆一中全會的 中央委員 胡錦濤和習近平一起步入會場 接受中央委員的掌聲致意 又和眾人握手 一眾的前領導人都在場陪同 但就未見前總書記江澤民 胡錦濤之後發表講話 表示十八大是一次團結奮進的大會 開得很成功 而習近平就讚賞胡錦濤大途退任 是高峰兩節品德崇高 衷心的希望 全黨 全軍 全國各社人民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解放思想 將 改革開放 攻堅克難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而奮鬥 與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 取得了 取得了 舉世 矚目的 輝煌成就 為了 黨和國家事業的既往開來 胡錦濤同志 胡錦濤同志 吳邦國同志 溫家寶同志 賈慶林同志 李長春同志 賀國強同志 周永康同志 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帶頭離開了黨中央領導崗位 體現了崇高品德和高峰諒解 讓我們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胡錦濤將軍權一次過交給習近平 創下近代領導人交班的先例 有時事評論員認為 胡錦濤將會名留青史 周靜民報導 習快70歲的胡錦濤 02年起做總書記 但04年尾江澤民先將軍權交出 這種先交黨權 後交軍權的接班方式 一直為人救病 有時事評論員認為 胡錦濤今次全退 是希望留下制度化的領導人接班模式 以此名留青史 權力鬥爭方面 似乎是輸給江澤民 所以對於他的士氣有些影響 所以有些他的朋友說 胡錦濤已經無心戀戰 這次比較勇敢地作出一個 比較決斷性的動作 就是說 裸退 這個是對於一個黨內民主 或者更加廣義來講 政治改革是一些正面的意義 林和立又認為 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 表面看似是全軍覆沒 但在下一次換屆 團派勢力會捲土重來 因為25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團派佔了重要的部分 我們發覺第六代 即是現在四十多歲 那層次的幹部 團派佔多數 而相反 直至前幾年 還是刺殺風雲的上海幫 甚至太子黨 在第六代已經沒有什麼代表 五年後 這個2017年十九大的時候 就將會有兩位 很可能會有兩位 第六代的代表人物 進入戰友常委 其中一個 胡春華 就是曾經做過共青團第一書 也是胡錦濤的嫡系人員 他又認為 這種短書但長贏的方式 可能是對團派的一種安慰 廣播新聞網記者 周靜民報導 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 一中全會也選出了25個政治局委員 其中包括49歲的胡春華和孫政才 兩人都被視為是中共的明日之星 由黃遠程報導 25人的中央政治局 除了7名常委之外 還有18個委員 有14個是新人 他們來自中央、地方、人大、政協、國務院 和軍方的系統 來自地方的 就有預料將會出任 或者現任四個植核市 和廣東、新疆的書記 其中 49歲的中共明日之星胡春華 可能會由內蒙空降廣東 做省委書記 他和孫政才 都是政治局委員中最年輕的 另外 來自中央系統 就有習近平的大內總管律戰書 他連跳兩級 由上屆候補委員升上今屆的政治局 而受醜聞困擾的上屆政治局委員另計劃 今屆就出局 至於中央、政法、人大、政協和國務院等系統的委員 就包括劉其寶、張春賢、李元朝、孟建柱、李建國、劉延東、汪洋、馬海和王滬寧 另外 兩個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和許其亮 亦都按慣例擔任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治局是中共最高的權力機關 每年大約開十次會 負責研究國家的大政方針 並且就經濟、發展規劃、體制改革和黨內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 廣播新聞網記者黃婉晴報導 英國界都關注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底誰會主管港澳事務 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是 習近平可能會繼續主管港澳事務一段時間 由丁家雲報導 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安排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通常會同時出任國家副主席 和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過去兩屆 習近平、曾慶紅就先後在這個位置上主管港澳事務 十八大換屆 雖然新任常委中宣部部長劉雲山 被安排在當年習近平和曾慶紅的同一個位置上 但他未必會接管港澳事務 而劉雲山的作風就以保守見稱 因為在劉雲山掌管那個前播 那個文化事業那個新聞事業 就見不到的 因為所有的經濟文化 社會那個人都 政制都已經在改變著 但是在中國到了這麼多年來 近十年來 那個新聞是倒退得很嚴重的 他會阻擋和管制言論 管制民間的喉舌 會很努力的 有分析就認為香港問題目前相當複雜 中央的方針只會更加緊 其中一個線索是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報告裡講到 希望香港同胞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之下更加團結 防範和壓制外部勢力干預 又堅信香港人可以分享作為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習近平可能會繼續主管港澳事務一段時間 不會由不熟悉香港問題的劉雲山接管 之後在適當時候再由政治局委員李源潮負責 過去五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一直主管港澳事務 在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期間 香港發生了多種棘手的事件 包括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和峰回路轉的特首選舉等等 有分析就認為在當前香港的政治環境之下 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需要更加巧妙地處理 與香港各黨派之間的關係 工作才會更有成效 廣播新聞網記者丁家雲報導 習近平成為影響中國未來十年的最高決策者 由方以為帶我們一起看看他的成長經歷和政治理念 59歲的習近平接棒 預料將會引領中共未來十年的發展 執政期會跨越2021年中共建黨100周年的大慶 今年9月初 習近平沒有公開露面近兩個星期 健康情況被受關注 接近官方的說法說 他原來是游泳正傷背脊 事實上習近平熱愛運動 足球是他的最愛 不少人都見識過他的腳法 除了踢得 習近平近年的口才也都了得 他在上任前的訪美之行 就說出了中國人權問題的金句 我強調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 中國人權事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但在人權問題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不過三年前 習近平用強硬的操詞 批評外國的反華勢力 就引來爭議 習近平說 有些吃飽了沒事做的外國人 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 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 三不去折騰其他國家 還有什麼好說呢 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 是開國元老習仲勳的兒子 被認為是黨內較正派和武實的太子黨 組織是陝西富平的他 曾經上山下鄉做知青 和黃土地結下不解緣 六十年代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被關押和批鬥十六年 當時十五歲的習近平 亦都因為這樣 到了陝西沿村的山區做了七年知青 被塞冷咬得盲目 期間他和群眾打成一片 熬苦、熬窮 坐地、開井、打水、收壩 各樣都做 而受父親影響 他要寫足十份入黨申請書 才被批准 這段經歷令他深深體會到文革的違和 以及學識什麼是實事求是 什麼是群眾 他在一篇回憶的文章說 這些體會令他終身獲益 文革結束後 習近平到清華大學讀化工 一畢業就馬上到中央官位辦公廳 做當時的國防部長耿標的秘書三年 奠定了他和軍方的深厚淵源 82年起 習近平先後到河北地方工作三年 福建任職十七年 做到省委副書記 期間發生過賴昌聲案 02年起的五年 他調任到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 做到省委書記 2007年 是對習近平極為重要的一年 當年他臨危授命 空降上海做市衛書記 處理陳良與下台後的善後工作 同年10月 習近平就由中央委員連跳兩級 升做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成為黨內的第六號人物 習近平後來就做了國家副主席 中央書記處書記 和中央黨校校長 2010年10月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上 習近平獲增補成為中央光委副主席 而回回1997年 習近平選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時候 在151人入面 只是排最後 習近平另一個為人熟悉的身份 是他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2008年他訪港時提出的三權合作論 就引起了一場小風波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個機構 互相理解 互相支持 對於習近平的理念 有分析認為他崇尚新加坡模式 因為他多次求教於新加坡之父李光耀 未知經濟發達 政治專制 會不會是習近平的治國路向呢 另外 習近平在十八大之前 曾經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 談到政改的問題 外界仍然未確定 習近平這個舉動是屬於安撫 還是真的有政治改革的決心 而之前 習近平已經多次強調 權為民所富 和保持黨的純潔性等等的主張 有評論認為習近平會加強中國法治 除了治國理念 各界亦都對習近平的家庭深感興趣 她夫人是內地家傳戶曉的解放軍聖軍級歌唱家彭麗媛 不過 亦都有說法說 有關的報道有誇大之嫌 廣播新聞網記者 方元美報導 共青團出身的李克強 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 預料明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 他將會接替溫家寶 成為新一任的總理 由李游坤介紹一下李克強的簡歷 57歲的李克強 除了英語水平是政治局常委之冠 他的學歷亦都是眾人中最高 令他有望成為中國第一位博士總理 和上一屆領導人工程師治國不同 李克強屬於學者型的領導 擁有北大法學學士和經濟學博士學位 跟過法學名家工場稅 和經濟大師黎爾寧 他的博士論文是寫 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經濟轉型 自2008年擔任常務副總理期間 李克強就主管宏觀經濟 近年來中國經濟 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的方向發展 實現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和名聲不斷改善 此外李克強還要負責食品安全 醫療改革和保障房的建設 他又曾經就人口普查 作全國電視講話 我國人口的數量、結構、素質、就業和流動狀況等 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需要通過普查了解最新情況 有分析認為李克強作風實降 但所主管的工作吃力不討好 難以做出成績 另外他的藥項就是金融和外交 但近年官方已經刻意被李克強在外交場合 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而未來李克強的副手會怎樣協助他開展金融改革 就繼續備受關注 1955年出生的李克強 被視為是胡錦濤的外長 兩人都是安徽的同鄉 同樣是共青團出生 沒有顯黑的家庭背景 來自一個農村幹部家庭 1974年 19歲的李克強到安徽鳳陽上山下鄉做知青 四年後文革結束恢復高考 他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法律系 在北大期間 這位高材生早期思想活躍 曾經做過北大學生會主席 後來思想佔取保守 有報導說 八九學運期間 做到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克強 曾經勸了學生 在經過長達15年的共青團工作 1998年起 李克強被調往地方任職 吸收實際經驗 期間 他分別主政河南六年、遼寧四年 都是做到省委書記 創出當時全國最年輕省長 和最年輕省委書記的紀錄 這段時間 河南曾經發生三百多人消死的歌舞廳大火 和愛知村問題 而遼寧就有百多人死亡的擴難 政績方面 官方著重宣傳 李克強在遼寧的澎湖住房改造工程 給百多萬人上樓 2007年 李克強更上一層樓 以52歲之零 獲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是當屆常委之中最年輕的 比習近平還要細兩歲 今天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接班 習理體制正式形成 各界都關注李克強會怎樣為中國的經濟轉型掌舵 穩中求進 廣播新聞網記者李游坤報導 七個政治局常委 將會在七年三月履行國家、國務院、人大和政協等新職務 到時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接班才會全面完成 好了 今天的特備節目報導完畢 多謝收看 再會 接班